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件的软连接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下软连接的概念 所谓软连接用大白话来讲 就是类似于Windows下的快捷方式 在Windows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快捷方式 快速的访问或者打开这个快捷方式指向的文件 对吧 而在Linux中软连接的概念是和快捷方式类似的 我们在Linux中可以通过一个文件的软连接 快速的访问或者打开这个软连接指向的文件 好 明确了软连接的概念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用终端命令来创建一个文件的软连接 你们看啊 当我们想给一个文件创建软连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终端中先输入一个LN这个终端命令 然后跟上-S选项 注意啊 在创建软连接的时候 -S这个选项是不能省略的 至于为什么老师稍后就讲 然后我们在-S选项后面 跟上我们要创建链接文件的完整路径 注意啊 应该给定一个完整路径 在最后呢 我们再传入一个链接文件名就可以 所以没 最后这个链接文件名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Windows中创建快捷方式 那个快捷方式的名称 哎 通过一个LN这个终端命令 跟上-S选项 然后跟上我们要建立链接文件的完整路径 再跟上一个链接名 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文件的软链接了 好 明确的软链接命令格式之后 在我们演练之前啊 老师要重点强调一下啊 同学们在建立软链接的时候 原文件这里我们务必要养成习惯 就是使用绝对路径 而不要使用相对路径 至于为什么 等一下老师会给大家安排一个综合性的演练 我们通过这个演练呢 相信同学们就会体会到 为什么在创建软链接的时候 应该使用绝对路径 而不要使用相对路径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软链接的概念 一句话讲 软链接就是类似于Windows下的快捷方式 我们在建立软链接的时候 务必要养成习惯 就是链接文件的路径 我们要使用绝对路径 好 讲到这里 在我们开始演练之前啊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 我们开始演练的路径 我们开始演练的路径